寒流来袭民众也直集不少店家像是姜母鸭店还有热粉圆店 都出现了常常排队人龙 而业者他们也补足备料 想要趁机转一波寒冬商机 大伙熬煮一勺摇起来满满的配料 这一锅姜母鸭香气十足 天气冷嗖嗖 民众都想要来一碗 人潮不夸张还没营业 这排队人龙就已经看不见镜头 这一波寒流来袭业者已经准备好 撞一波商机 那起码至少都要一个小时以上 对 因为原本这边没有吃到 想要再去别间的话 一样都是人潮都很多 这回南台湾气温罕见降到十度左右 大家都想趁天冷进补暖胃 不过天一冷想吃这碗热乎乎的姜母鸭可不容易 有民众甚至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 所以我们五点一开始营业 可是四点多就有人好 就有客人进来排队了 不只姜母鸭店被挤爆 连热粉圆及汤圆也很夯 再加一个热粉圆 热粉圆起锅 煮的软烂的红豆 以及白胖胖的烧麻薯 看了就让人口水直流 寒流发微 民众的胃口也跟着大开 因为这两天变冷 所以来吃热粉圆 今天天气比较冷 所以特别来吃这个综合热汤圆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不少民众纷纷开始买热食 要用热乎乎的食物驱赶寒义 然后现在每天都排队 然后就是排到转角那边去 差不多三层吧 这波寒流真的很有感 久违的人潮业者 备料备好备满 要跟上这波商机 民众若是想要大蛋美食 恐怕真的得要提早预约 接着台南高雄综合报道